那么刚才我们通过这种对吧 现金回归一种正规方程求解的方式去预测结果 那么接下来我说可以通过这种梯度下降吗 我接下来通过梯度下降去进行玩价预测 那么这种呢我们还是一样步骤啊 都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呢直接复制过来了 那把这里改成我们的SGD 那么SGD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梯度下降的意思 然后再加个regressor就是这个回归 regressor就是回归的意思 然后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学习率是不是你不用自己指定吗 我们可以进去啊 进这个API里面看一下 在这里面它有一个 其他三处不用管啊 我们先只管 看一下这里有一个learning rate 是不是学习率啊 是不是学习率啊 对吧 那这个学习率呢 它有了一个自不双A 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值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某个参数 在这里 这个学习率它已经给你指定好 如果你指定这种 就是ETA0 ET0 当然ET0它也给了值的 optimal对吧 是这个值 然后呢investing 我们刚才说默认它是这个东西吧 是不是这个 对吧 你可以指定这个 你可以指定这个 那这也说它呢 是自己在这里面呢 通过一些数值去指定了什么 学习率啊 那我们看下这个ET0 在这里面用到的都很多ET0 那ET0看一下 我们也没传啊 看一下它的ET0等于多少 给你0.01了 比如说它也是固定了有一些值 然后通过这些值去 把这个学习率求出来 得出一个学习率吧 那这里面啊 对于这个设计论来讲啊 我们就没必要去把这个学习率自己去修改 比如说你指定一个学习率 你年多少 或者是一多少 这个学习率 我们在后面呢 我们是用TensorFlow的时候 在说这个学习率怎么去传 对吧 到多大的一个值 在这里我们就直接默认使用呢 就LR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SGD 对吧 我们使用SGD SGD一点费的就行了 SGD SGD 还是SGD的扣衣服 它也有参数吧 也打印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是SGD点Predict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得出了这件预测结果 当然这个地方外个Predict覆盖了啊 我把这改一下 这里面改成Y-LR-Predict 对吧 这里面干SGD-Predict 这里打印的就是SGD-Predict Predict 这里是LR-Predict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看一下 在这里面 我们预测价格就不看了 对吧 这个是预测 这个注意的是 这个SGD 对吧 梯度下降预测的第一个样本 价格14.58 看一下 这个里面 15.4 是不是说明 它两种方式 价格是不是不一样的吧 哎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 对吧 这种的参数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我们记住几个简单的吧 第一个 你-0.08 第二个 0.115 看一下这个 一不一样 不一样 说明这两种方式得出来的权重 一不一样 哎 就是因为梯度下降和正规方程求解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呢 如果你的数据比较简单 非常好的话 那你用正规方程是比较合适吧 它的结果可能会更准确 如果你的数据量比较大 对吧 特征也比较多 那你就用梯度下降就行了 其实呢 就是数据量大 你的数据量达到什么呢 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个数据时候 你就不要用这个正规方程了 直接用SGD 那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两个东西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我们是应该有一个回归的评估啊 哎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回归性能评估 我们应该用什么呢 这个均方误差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你预测值 是不是这里的预测值吧 与你外干TES的是不是真实值 之间的差值的平方和求一个平均值 那这个平均值什么意思啊 就是平均每一个样本的差值的平方是多少啊 对吧 哎 这就是均方误差 注意啊 这非常重要 min squared error 均方误差是回归性能的评估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API呢 在min squared error里面 来看一下 均方误差 哎 来看一下哪个模型好 对吧 传进去的值非常简单 真实值 预测值就没了 是吧 哎 真实值预测值 注意到 它都是标准化之前的值 这样的话 你得出的这个误差 是不是有实际意义吧 比如说你都是非常小的 都是变种化之后的这些小的值 你得出来这个值 你也不知道 唱的是多少万吗 哎 好 接下来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要导入这样的一个均方误差 那刚才说了 不管是什么误差 不管是什么算法的衡量 我们的衡量的这个API都在matrix里面 matrix里面 就是度量 就是你分类度量 对吧 回归度量都是一样的 那这里面有个min square 昨天我们用是不是classification report的吧 这里有的min square 那非常简单 在这里我直接打印 打印什么呢 这个是正规方程啊 正规方程 这里也打印是 正规方程的球节 对吧 正规方程的这个军方误差 的军方误差 好 min square 第一个是真实值 Y干处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预测样本的真实值吧 这是预测样本的特征值吧 我们是不是利用这个东西预测价格吧 用这里面的每一个特征 跟我们的权重相成 相加得出结果吧 然后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预测值 注意到这个预测值 要不要转换标准化之前的值啊 需要吧 你要进行标准化 这个军方误差计算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用stdy 点inverse 我们这个地方就传进外感test就行了 好 那 这个地方啊 我们参数应该是在这里啊 在这里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是不是预测值啊 预测值是不是在这里啊 改成这个数 这个就行了 那也说最终结果就是我预测值与你真实值 注意到都是标准化之前的值平方 误差的平方 和求个平均值 这个得出来了啊 好 那我们把这一步呢 再复制一下 这里呢 我们直接展贴一下 好 那这地方我们写上是T度下降 T度下降 这里呢 也是T度下降 这个正规方程 求T度下降 好 那我们的这个地方改一下 真实值是吧 还是那个真实值吧 那主要是改成你是T度下降预测的值 对吧 SGD 好 接下来我们预测 这里面数据量啊 不大 所以呢 他这个时间很短就能预测好了 看一下这里面的第一个正规方程的军方误差多少 26 注意啊 这是平方嘛 他应该每个差值多少 对吧 你应该知道 那这个地方是26点几 哎 9 是不是要多一点点吧 这多0.3 对吧 0.4 0.72 样子 那这个地方说明这个SGD 哎 他还没有这样一个什么正规方程好 所以说我们并不一定说这个SGD必须比较好 而是根据应用场景嘛 那所以算法并不一定说 我就老实说 哎 这个你这个一定要用这个算法 以后在哪个地方你都要用这个算法 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而是什么 真定你的数据 这样的一个情况 去用合适的算法 对不对 这地方是要注意的 那这就是我们T度下降 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规方程 这样的一个对比 对吧 他的预测 当然这里面啊 你的预测这个什么价格啊 这些这个SGD也好 Line regression 对吧 就是这样去预测 只是他的求解方程不一样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幅图是官网给我们的图 什么意思呢 官网给我们的图啊 我们简单的先看到我画圆圈 这个里面就行了 我们只要看到圆圈这里面 他就是给我们使用接口的一些建议 看一下 regression 我们只看到regression 看到他怎么建议的呢 从这里啊 从这个地方进去 看一下 小于10100K的samples 什么意思啊 samples什么意思啊 就样本嘛 小于10万的样本嘛 小于10万样本 yes 好 那你就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Line regression 还有我们后面要讲的Rage regression 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 当你大于10万的样本的数量的时候 你使用什么 sgdregress 能理解吧 哎 你就使用这个去进行预测就行 是不是啊 这就是他官网给我们的建议啊 好 那这个我们再还原 好 那这是官网给我们建议 当然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这个正规翻程 与t度下降 啊 这两种方式的对比 t度下降 它这个码是要选择学习绿网 虽然我们没有自己指定 它是不是 它在内部也指定了学习绿网 你正规翻程呢 不需要 是不是不需要 好 第二个 它需要多次迭代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迭代 第一次迭代 第二次迭代 第三次迭代 一直迭代一个比较好的值吧 所以应该是有个次数的概念吧 好 那正规翻程呢 不需要 直接一次性运算得出 那当特征数量n大的时候呢 比较好用 它呢是一个迭代过程 你呢 哎 计算量就比较大了 所以应该它是通过x跟y的一个东西去 一个方式去计算的吧 所以这种方式 它的时间复杂度非常高 当你的数据量大 特征量大的时候 它的就不适用了 而且 T度下降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模型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通用的求解方式 T度下降 通用的求解方式 不管任何算法 你都可以使用T度下降求解 能理解吧 哎 这是一个很通用的啊 就是所有的算法 都是可以通过它去求解的 然后这种呢 哎 只要是对于这种什么 当然这里的介绍什么 适用于线性模型 其实啊 就是你的数据比较简单 是不是就可以用啊 对 数据简单的话 你就可以去用 好 它不适合逻辑回忆等其他模型 这个我们下午会介绍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线 这个正规方程 T度下降的两种求解方式 对吧 那我们这特点呢 刚才也说了 那 对于小规模数据 你可以使用Landing regression 大规模 是不是也可以使用SGD 好 但是要注意点 接下来我们要讲个这些点 是什么 它不能解决过拟合 或者说千拟合过拟合的问题 昨天我们是不是提到一个过拟合问题啊 对吧 什么意思啊 虽然你在训练节 哎 你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效果 但是测试机表现出不太很好啊 那这我们称之为过拟合 以及其他 也说你小规模数据呢 你不只是Landing regression选择 注意了 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选择 那你就啊 那也说我们接下来讲的就是 过拟合和欠拟合 先解释一下 对吧 对吧